大家好我是阿柯 今天我想分享我 外出越野的時候都會帶哪些隨身工具 當我外出騎越野車的時候每次都會帶一個 隨身的寶寶 那裡面會裝一些物品 不論是跑林道或是騎越野場 那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都能做最簡單的自救 因為也是騎了一段時間然後有些經驗 慢慢知道出遊的時候哪些東西是必備的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是跑林道的話 因為林道常常訊號不好 那也可以先在Google map 下載離線地圖 那在訊號不好的地方也可以找路 離線地圖就在Google map 設定的裡面 這裡 然後 自訂地圖 然後可以選擇 尼澳的區域 那假如你要去 東眼山附近的林道 你就把這邊 空起來 然後點下載 下載好之後 就算山里 林道裡沒有網路 你也可以打開離線地圖 來找路 這樣就降低 迷路的機率 這邊就會出現下載的地圖 這邊就會出現下載的地圖 然後再來是我包包會帶的東西 看一下第1格 這個是 小的機輪板手 Size 滿齊全的 那如果車上有什麼螺絲 鬆掉 也都能用這個鎖 或是做簡單的維修 然後這邊也有個長的接竿 這還蠻方便的 這一個五金昂脈 大概一組 兩三百塊而已 瑞士刀 瑞士刀就是 好林道 就像去野外一樣 瑞士刀帶子就會 有時候必要的時候就會派上用場 再次是束帶 束帶可以解決 大部分螺絲噴掉的問題 每次出油的時候我一定會帶機條在身上 像是如果大牌鬆掉 螺絲噴掉 大牌可以用束帶先綁著 或是車殼噴掉 都能先暫時解決 甚至是鏈條 鏈條斷掉的話 也可以暫時用束帶綁起來 暫時能讓你的車能移動 再來是 多功能的水車工具 這個還蠻方便的 它有 內六角 一些基本的號數 也是有 三個不同size的套筒 緊急的時候都還蠻方便的 十字跟一字 還有簡單的開口盤手 還有簡單的開口盤手 但是這個很不耐用 所以 只能拿來硬急用的 衛生紙 如果拉死的話可以用 如果是2T的車友 薄薄可以放一罐小罐的閉馬油 像我就是用裝藥水的罐子 因為它上面還有顆CC素 萬一沒油的話 車油可以救援 但閉馬油不是每個車油都會有 我建議是可以帶一小罐 水是一定要帶的 因為 零到或越野 水的消耗量都會非常大 如果水喝太少的話 可能會中暑 再來是 隨身的打氣筒 打氣筒的話 因為 在零到 常常需要 降胎壓來提高抓地力 結束的時候回程 因為騎公路 就會需要調回正常的胎壓 這時候打氣筒就很重要了 如果是在越野場 也會針對 地面狀況來調整胎壓 來達到 最佳的抓地力 這上面有胎壓錶 胎壓錶在越野場就還蠻重要的 因為在越野場煉車 你會希望胎壓每次都是 一樣的 或是準確的 再來是 備用的拉桿 在零到如果你的車沒有護工 那倒車的話 車把撞到石頭 拉桿很容易就 斷掉了 在沒有離合器或是前煞車 車的情況下 騎車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所以騎比較容易倒車的行程 那我會建議帶個備用的拉桿 再來是 很基本的行動電源 比較長程的行程 那手機 萬一沒電的話 緊急狀況就不能求救了 行動電源最好帶著 再來是GoPro 我通常都加在安全帽上 那其實零到越野都會蠻多 精彩的畫面 那如果這時候有GoPro就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那最後就是還蠻重要的 醫療用品 那外出難免會受傷 受傷的話 醫療用品就派得上用場 可以帶個 破腸風的藥 這樣撞到樹的話 傷口比較不會去感染 那也可以帶個點酒之類的 然後 我把 我的隨身物品 呈列在這裡 讓大家看一下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隨身物品 那我也會針對不同的行程 出遊的時間來決定我要帶的東西 如果是離家不遠 時間又不長的行程 那我就會帶少一點 比較重要的工具 那如果出遠門的話 那就會帶齊全一點 如果有什麼還有遺漏的 那大家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告訴我 下一部影片我會分享 買越野車之後 首先要做的事 內容包含基本改裝跟 一些 注意事項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關注我下一部影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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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